我認為這次的譴責動議 是在立法會很認真地去做一些很無聊的事 如果我認為有正常思維的人 都不會理解到這句殺無赦是鼓吹殺人 我老婆經常說你再這樣我就殺了你 我是否應該去報案 說她恐嚇我或者要脅我 這些是很無謂的事 我覺得泛民這個做法其實就是想轉移視線 因為一連串事件 譬如林子健事件 較大和中大的事件 令到他們這段時間都很尷尬 於是死咬著這件事不放 就想轉移社會的視線 就令到社會的眼光轉到何君堯那裡 我覺得這件事是浪費立法會的時間 非常無謂的 工聯會不會陪別人瘋 我們一於反對這個議案